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五台山的明月池 这明月池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萨 据说它这室内有一座小池 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里是一个牌坊 明月圣境 现在我们要走过前面的小桥 哇,这里的溪水非常的漂亮 在这山景之中 我们到这明月池还是要爬一段的山路 爬过一段的山路 现在我们是终于来到这里 这明月池也叫关海市 明月丰青 前面就是天王殿 祖国天王殿 它这里是金刚殿 它这里是一个山开间 重沿着西山顶的建筑 在它大殿前侧 还悬挂着三个匾额 金刚密集 寒红光大 在里面最中间 最高大的一尊四巷 就是金刚文书像 再往前面供奉的就是释迦摩尼 在两侧就是文书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这里供奉的金刚菩萨像 造型是非常奇特 它是黑脸黑身 非常的高大 金刚菩萨 它是一副坚毅刚直的表情 它是头上又有头 笛字九个 然后是称书十八臂 这九头十八臂的 黑金刚形象 佛家又称文书菩萨 有三十二个法像 在大殿旁边 再往前面走的 就是传说的明月池 我们现在所来的这里 就是明月池 它就是在这个大殿一侧 它这里也就是传说 可以看到人前世的一个地方 根据清凉三字中所记载 曾有人在七黑的夜晚 看到池内有一轮明月 从此这关卡式 也改为明月池 在这一处小院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等待 我们在这里所看的 这间小亭 它里面就是明月池 在这里面是有一圆池 在这圆池中间 有一泉水渗出 据传说的 人们趴在这泉水中间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前身 我现在是已经走出市门 正如我们刚才视频中所看到 它这一处不大小院里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在这个小亭之内 它里面就是明月池 很多人就是在这里等待 可以看到它的前世 它这一个圈眼有一个碗口大小 我们趴在里面 我刚才是排队 排了好久 我趴在里面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 嗨 把眼完全放进去了 盯住里面去看 不要露出光 在刚开始看的时候 里面是黑乎的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在我看了一会之后 你还别说 还挺神奇 我是看到一束光 起初我还以为是 我的手没有遮挡住 其实并不是 这束光还是维系着很长时间 由最初的光点慢慢的开始放大 再后来它像一只眼睛一样 开始眨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 我们又在那里看很长时间 看一会我就起来了 然后我问身边的人 他们很多之前看过的 有的说是听见声音 有的说也是看到光 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因为我在那里等待时间特别长 它这里离我住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 我需要坐这个故乡车 而且它这里还要排一段小山路下来 我怕太晚了 没有赶上故乡车 所以我就没有看多久 我就出来了 然后我出了山门之后 我就一路小跑 跑到这个公交站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是非神奇的地方 我从旁边的人所交流 它很多是来到很多次 因为最初他们来过一两次 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看一两边就走了 后来是听别人听说 有这个神奇的地方 他们才折刺返回 然后看了很多次 人民总是对自己的前身后事 非常关心 也非常好奇 其实这个地方 到底能看到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安位 对自己一个了解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它哪像司翼一样 它这说是什么呢 整体的规模是并不大 但是因为这一汪赤水 而为名五台山 慕名来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你想知道你的前世机身吗 不妨来这个五台山的明月吃 来看一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明月吃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 我们下视频 我们下视频